欢迎回来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音乐大赛最后一场小提琴决赛 周一举行 共42位参赛者角逐奖项 在公布得奖名次之前 主办单位首次安排评审讲评会 知名小提琴家苏显达、欧阳慧刚 和英国小提琴家赛巴斯汀等5位评审 接受参赛者和家长的提问 现场反应热烈 来自全台42位国高中小学小提琴参赛者 聚精会神 完成决赛指定曲和自选曲的曲目 赴赛到决赛 评审团都会给予每位参赛者评语 成为孩子们学琴的重要提点 在出赛的时候有评语嘛 然后评语上面就是给我很多的意见 然后让我可以回家去好好的研究跟练习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很兴奋 然后很高兴 对就是主办单位很用心 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唱题 然后让我们拉大概15分钟的曲子这样 就是非常感谢 在公布得奖名字前 主办单位特别安排评审讲评会 参赛者家长们听得津津有味 对评审团来说也是难得经验 知名小提琴家苏显达 小提琴家既指挥家欧阳慧刚 和英国小提琴家兼指挥家赛巴斯汀等人 都是有问必答 小提琴家苏显达也提醒陈遂者 避免太过迷思技巧 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太过于迷思 在一个所谓的技巧当中的话 很容易你所拉出来的音乐会 是所谓的片段式 而不是一种整体性的 出场的那一瞬间 你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你的所花的时间 所下的功夫 是否能够扎实 能够在舞台当中 尽情地可以发挥挥洒 我想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要在规定时间内 完全指定曲跟自选曲 听审团对参赛者表现 给予鼓励 并赞扬大赛 加速与国际接轨 让选手有一个互相观摩 还有跟评委老师 能够互相学习技巧 跟这个经验以外 我们也一直希望 他们能够渐渐地走上国际 在国际上表演 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媒体 所以有这个机会 接下来获奖的参赛者 将有机会参加新唐人举办的 亚太之星音乐会 与大师同台演出的机会 结算内容也将在新唐人电视台播出 新唐人亚太电视 穷模李晶晶 台湾新北市报导